高雄市寄星慈善会 无独有我 传爱七美 捐赠反读漫画手册2000本 以及赠送七美香爱心物资 辅助偏远户150份 今天上午在救国团 澎湖七点活动中心 展开捐赠仪式 现场来宾包括是 县长赖峰伟 议长刘成昭玲 以及各校的校长等地方各界 共同参与见证 活动在棚房部赚鼓队 带来的表演中展开 高雄市寄星慈善会理事长江生辉 带领着慈善会一行人 跨海做哀心 理事长也表示 近年来新兴的毒品问题日新月异 延然已经成为了社会重大的问题之一 为了破除学童染毒的危机 应至发送漫画手册 用学童喜爱的漫画活泼画面 引导学童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 与剧毒的技巧 这次我们的规划就是 缓毒漫画 监政国人 澎湖国小 二三年级的小朋友 就是想说我们缓毒的教育要往下砸根 然后我们的爱心物资 从高雄装货柜 运到澎湖 再要运到七美 我们想说把我们离岛中的离岛 我们的爱心送到最离岛的 需要的民众的手上 尤其那边有很多的边缘户 县长赖峰维表示 澎湖无毒家园有一定的基础 但是要未雨绸缪 所以透过漫画书 让学童认识毒品 并让反读的观念向下扎根 同时也非常感谢 寄星慈善会 赠送爱心物资 来帮助弱势团体 那么目前呢 我们国中国小都没有吸毒者 我想在这个既有基础之下 未雨绸缪 让反读的这种情意识的心理 直击在小朋友的脑海里 那么另外呢 我也感谢他们到七美去 那么把一些物质去帮助 离岛的弱势团体 这一点呢 县长非常地感谢 这次活动共捐赠 反读漫画手册2000本 将让本县的国小 二三年级的学生 对毒品有更深入的了解 进而远离毒品 另外也将运送 150份的爱心物资 赠送给七美香 弱势的边缘户 以家会离岛弱势家庭 记者吴梦伦报导